Hello 大家好 我不是什么金牌打工人 我就是金牌工人赵小慧 你非要说我是金牌打工人也行 毕竟我现在打两份工 有两份收入 我感觉别人提高收入的办法 就是提高工作能力 专业知识啥的 我主要靠走量 薄利多效 一提到打工你就会想到地铁 一提到地铁你就会想到何广住 我跟何广住不一样 我不坐地铁 因为我们公司有搬车 也不是说我们公司有多人性化 主要是我们公司吧 太偏僻了 就没有什么公共交通 人家都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是一座孤岛 我们公司感觉除了公共交通 只要我们不去那上班 我感觉那连文明都没有 我每次上班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像鲁冰逊一样 孤立无援 就靠自己的意志 苦苦支撑着自己的生活 唯一能让我跟他一样 看到希望的就是星期五 不过坐班车还是有好处的 很方便 因为一大早嘛 别人匆匆忙忙地去赶地铁了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走到小区门口 会有一个司机 开着一辆十几米长的车 在你小区门口就等你 你上去以后呢 也不用跟别人挤啥的 因为你肯定有座位 非常尊贵 而且上车以后就会有一个司机 很贴心地提醒你 啊 你个 有没有带安全带 但是坐班车下班就很不方便 因为这个班车它有好几个站点 有一次呢 就是我工作太累了 我下班就在班车上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这个车已经开回我们公司了 我就问司机 我说师傅你咋不提醒我下车呢 司机说 有些站一旦错过就不在 既然回来了 你就家伙吧 我们公司就特别偏僻嘛 因为它实在是叫不到外卖 所以我一日三餐 就只能吃食堂 我们食堂这个伙食 你看我的身材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这么瘦 说明它非常一般 它这个做饭的思路 它就不是啥好吃给你做啥 它就是啥便宜给你吃啥 之前我们食堂有一道菜 叫红烧猪脸皮 然后就投诉了 我说我觉得这个菜名就非常不文明 当时那个大厨就怼我了 说我们这个菜就是缺什么给你补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工作 这么看的话 挣钱虽然不多 但是省钱 而且我工作以后就也接触一些理财产品 我理财是这样 我不理财才不理我 我一理财才就离我而去了 就特别准不知道为啥 每回都能高买不卖 我就感觉这些理财产品就跟渣男一样 我对他们越上心 他们越不爱打理我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 领导还会劝我们买一些公司的股票 啥的 说保值 那个时候公司的股票二多块钱 现在就十三四块钱 我就感觉这个事是不是赖我呀 正是再在公司待几年 这股票是吧又跌了 那领导会不会觉得 我不是来上班的 我就是来做空我们公司 工作了以后 经常会有一些卖保险的给你打电话 就推荐一些什么意外险 一上来就说 你会腿断了 人没了 出车祸了 这个保险可以扒拉扒拉 我说你等一会儿 你卖保险你就卖保险 也不要诅咒我 他说人都没了 我要钱干啥呢 他说你看你人都没了 也没有钱 不是更惨吗 话虽然难听 但是好像也有点道理 从那以后 我也就开始研究了一些 这个保险产品 我给自己买了一些 什么重极险 意外险 还有一些养老保险 我想这样 我到时候 以后谈恋爱的时候 就能跟人家说 有阿姨 我打工这么多年 也总结了一些 非常实用的职场小技巧 从我经常逛的一些小组里 你就能看出来 什么 请假借口研究小组 糊弄学小组 上班摸鱼小组 就解决了打工人 上班的几大刚需 就如何不动声色的请假 如何糊弄领导 无何忙里偷闲 不过现在我们也可以去 平安金管家论坛交流 跟志同道合的打工人 一起交流交流 自己的一些经验 原来的圈子呢 也搬到了这个论坛里 你可以和老朋友聊一聊 美妆呀 美食呀 宠物呀 吐槽吐槽工作呀 对吧 所以我决定 在我领导来这个论坛之前 我要先跟我的同事们 进驻这个论坛 好好地吐槽吐槽我领导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